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梁讲内影,我是小梁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搞笑动画短片《双头人》 电影主要讲述了小伙运有两个头,在生活中出尽了洋相 但是最后却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的故事 故事很精彩,想知道是什么道理的小伙伴,记得一定要看完哟 影片开篇是双头人聪明哥呼呼大睡的场景 地上的闹钟都已经抗议半天了,但是他却急不起面地站了起来 不过搞笑的是,他只是左边的脑袋醒了过来 右边的那个还在呼呼大睡,左脑很不高兴 于是一耳光把这货打醒了 然后他就伸着懒腰来到了卫生间洗漱 右脑刷牙,左脑漱口,一切看起来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看来这又是美好的一天啊 然而想象总是美好的,现实却总是很残酷 因为两个脑袋都有各自的思想 洗漱完毕,他们就为了穿哪件衣服吵了起来 然后还动起了手 最后竟然摔了个狗啃泥 我也是服了,这日子可咋过呀 费了半天劲,终于穿好了衣服 刚出门,他们又为了走哪条路吵了起来 左脑要走左边的路,右脑要走右边的路 但是只有一个身体 一时间他失控了 在门口,亮亮呛呛地撞了起来 房门都快被撞散架了 就这样,撞了半天后,右脑试了一个阴谋诡计 他趁着左脑分神的功夫 一溜一二地从右边跑了过去 不过,路上又展开了一场大战 因为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 他们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而且一个吃东西的时候 另一个就疯狂喝水 最后导致左脑差点被噎死过去 更过分的是,做理科作A的时候 右脑仿佛开了挂一般 粪笔即疏 但是左脑却对理科根本不感冒 只能昏昏欲睡 不过左脑很擅长文科 一动笔就是惊世骇俗之作 而右脑呢,只能像小孩子涂鸦似的乱话一通 两人不仅闻理科差别明显 就连生活中的爱好也是天差地别 左脑喜欢可乐 右脑爱好啤酒 不过有两张嘴 彼此的要求也都能照顾到 音乐也是如此 左脑喜欢摇滚乐 右脑喜欢流弦乐 所以只能买两副二级 两个脑袋各带一个 体育方面呢,更是没有共同点 两人喜欢的体育项目风格迥异 每次去看体育比赛 总有一个兴奋的步行 而另一个却失落到崩溃 然而两个脑袋也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那就是一起看日落 也只有每天的这个时刻 两个脑袋才能静静地消停一会儿 这天两个脑袋又为了走哪边吵了起来 一时间僵持不下 最后竟然动起手来 一番打斗过后 这两个脑袋竟然拆成了两个独立的人 这下好了 既然互相看不顺眼 那就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好了 分开后 右脑兴奋地看起了自己喜欢的体育比赛 看到兴奋之处 他习惯性地大喊着 让左脑快看 可一回头才发现左脑已经和自己分开了 他顿感失落 好像是什么东西丢了 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似的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 当两个人在一起时 经常拌嘴 但是等到真正分开之后 却又陷入了无尽的思念之中 此时左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因为太思念右脑 他甚至在镜子上画出了右脑的样子 以此来欺骗自己 右脑还在自己身边 但是现实中 两人却早已经分开多时了 看了这部段片 小梁感觉很震撼 影片的剧情形象生动 但是却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我们总是把自己最差的情绪 丢给了自己身边的人 在一起时 不知道珍惜 分开了 却又十分的懊悔 这样的经历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深有体会吧 最后 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 是否有相似的经历呢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可以去搜搜看 或者演技下方的关注哟 我是小梁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者有想要的优质电影资源 就私信告诉小梁吧 小梁每天为你结束一部电影 喜欢小梁的话 就订阅我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哟 小梁在此谢过了 摸摸哒 我们下期再见吧